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是以预期为主 为什么突然间又跳回瓷器了呢 正好是前几天无意之间浏览到网络的所谓的拍卖公司的预展 大大有名的国际的最大可以说现在最大的一间 苏富比 他的一个瓷器专长 他挂帅了一间瓷器 罐子不大 没有我们眼前这个这么大 大概只有这个一半大 因为他给的资料很少 我有铺在我的脸书FB上各位可以去参考 22.8公分 他讲他的是附近 附近是22.8公分 我这间我没有细量 我这间至少有40公分 所以我刚才也很谨慎的 我怕把我那个宝贝桌子给压坏掉 这个桌子你算是很扎实的桌子 八卧客风格的桌子 但是我还是很小心的 因为这个大罐子非常重 为什么非常重呢 宣德茨基 宣德茨基他的胎骨啊 特别的沉 他那时候练领练得很好 很精细 而且很厚实 很扎实 比永乐茨基的更厚 显得更厚重 这是坚定宣德茨基的第一点 尤其人家说永穴不分家 事实上你一拎在手上的那种感觉 你常常玩玉的人就有那种感觉 你一上手啊 这个玉不太对 为什么 没有压手感 或者比较轻 或者这个玉不错 有压手感 就是你常常玩玉的 你也有一点手头的重量 就跟以前我喜欢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苹果 我特别专门挑了硬的苹果 青龙类类的苹果 又脆又硬的 加拿大那边 你怎么去挑呢 别人的挑法我不晓 说不定还拿 我看他们经常留一些指甲硬子 很多人很擦紧用指甲把它扣破掉 我根本不用使出建招 我一拿那个手头再加上那个硬度 你常常摸玉的 你可以释出东西的硬度 你说夸张 绝对不夸张 你可以释出这个硬度 就 磁器的胎骨 我们也是 你常常在玩 常常摸玉的 常常玩磁器的 你一上手 它的重点 永娟之间 你就可以做一个区分 而且外面现在仿了这么多 你一上手都感觉 仿的那个东西啊 这叫肉肉的 顿顿的 肉肉的 真的一个官窑磁器 尤其在 所谓的人宣之治 或者是 永宣时期 或者永乐的儿子 跟孙子 人宣之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处在一种 明代 大明王朝 最巅峰时期 它不可能 一个国家 代表帝王 代表君王的东西 跟你拿一个 肉肉顿顿的 蠢蠢 不会 但它也不至于 经济 那时候完全是 手工练 手工练的一样 手工锁着开 它也不可能 像现在的机器工 现在的那个 机器工一看就是 过于的规整 过于的呆板 那个时候的手工 精细高档的手工 出自于 玉瑶厂的手工 必然是什么 整体的形 有一个黄金比例 看上去就很精神 精神抖手 所谓的我们 看相的人讲 一个精气神 而且 中间还有带骨 那个写字 看一个写字 这个写字软塌塌的 没骨头 对 就是有那种精气神 还有那种 所谓的 骨相定终生 气色是定流年 流年 气色就漂亮 气色就是 它又是显现在外面的 那种感觉 那种宝光 然后 胎骨 又很扎实 成型的工艺 非常的漂亮 再漂亮 比你用手去摸 它有那凹凸感 所以有生命的律动感 这才是真正的 宣德 所以人家说 宣德自己 有些宣德青花词 八个字 炉火存青 一代绝品 再讲一遍 八个字 炉火存青 一代绝品 所以炉火存青呢 这就是讲到 它的一个 成型的工艺 还包括它的 苏玛丽青 那时候用的固然料 是苏玛丽青 稍熟 烧透 稍熟 很多在外面看到的 根本都没有烧熟 而且 新进的一些 做的 更是那种什么 什么机器工 石板板的机器工 不漂亮 一看 就跟我们在家里面 自己用的饭碗 在家里面用的那个杯子 规整是规整 但是不美 一看那个就不是一个艺术品 不是一个艺术品 这种称得上艺术品的 而且是 请国家之力做的东西 那种经济神 你可以展现 我们 我今天讲的这个 就是 我很少就会 转变我的这种 一般来说 连续的介绍古语 就是古语 一段时间的在跳回瓷器 我还没打算跳回瓷器的时候 因为我看了这好 那这好是 我本来以为是旧的资料 我上次好像也跟各位提了一下 我后来再回头再看一下 我那时候没仔细看 应该是新的 就2020年 2021年的秋拍 应该就是 最近几天就会拍 所以 我们也不去跟人家比了 就是他给我一个灵感 让各位知道 这个 这个宣德的青花纸 尤其像这个是 他定位成功诗细球 一般就是双诗细球 双诗细球 为什么被定位在功诗细球 你看 我定的名称也是功诗细球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 宣德宫廷画上的狮子 它带有那种抽象的意涵 它当然 很活泼 很霸气 而带有龙的身影在上面 所以叫做宫廷的狮子 叫做宫廷 宫丝 它跟外面一般 你看到的狮子形象 是不大一样 看起来威猛 枣子也很利 利枣 然后那个猎毛 那个背毛 那个猎毛 也是 也是 竖起来的 那个猎毛的那种感觉 就跟 永轩辞机上的龙纹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你看宣德画的龙 那个猎毛 一个个人都往起竖立 那个精神 而且那个眼神很煞 我们玩古语的知道 所谓的人物看表情 动物看眼神 这个什么 就神兽类的 更是要注意他的眼神 而眼神的那个 不管他怎么样的动 他那个眼神永远是犀利 而且他的姿态各异 一直是向前去抢这个绣球 一直是回身抓这个彩带 来 我给各位稍微照一下 好吧 我这个转盘还转不太动 你看这是回身 你看先看他的苏玛李清 那苏玛李清的那种业力 那种垫蓝色 我们那个一个轻一个定 那个垫蓝色人的感觉 就像所谓垫蓝是什么 什么颜色呢 苏玛李清 就是真正的那种宝蓝里面 宝蓝里面还带一点点粉光 就像我们玩玉的人 玩和田玉 一级白玉还不够 更往上一层 那叫做什么 和田 那就叫做 和田玉玉里面 最高档的玉 就是白中带粉 它的就是 我们的蓝中带粉 就是那种垫蓝色 有宝石 蓝宝石 蓝宝石 蓝 而中间你看 尤其薛德的瓷金 它还带一点那个粉光 就看起来很舒服 那拍卖的那张也是 拍卖的那张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真的 那是真品 我们这件也是 当然更是真品 为什么 一眼常常看的 这件在我手上超过二十年了 你天天看它 你就看出这个门道出来 这是那种垫蓝垫蓝 宝蓝宝蓝 这是又成为垫蓝的那个感觉 你看这只狮子画得很抽象 那脸啊 几乎都看 都看得有点不太清楚 但是你看 带有抽象的那种嫌疑的味道 很威武 回头 他手抓彩蛋 我跟你讲 他拍卖的那张啊 因为他可能是图片比较小 画片比较小 他容纳那么多东西 所以那个狮子的脸啊 你要说挑他的毛病的话 我们常常在看 他那个脸画糊了 脸画糊了 各位知道吗 但是他没有脏 画过画的脸一脏了 画张了这画就不值钱了 他这脸带一点糊了 就是渲染 那个韵染 那苏玛丽琴呢 那种韵染的效果过头了 然后下笔太重 就会变得那种 就会变得脸画糊 我们这个叫脸 有抽象 但是没有糊 还可以辨识 他中间抢这个袖袖 后面的这一只 是向前冲 前面那一只是什么 青龙回首 青狮回首 青龙回首 你看他那个 从裂毛 到他的那个眼神 到他的那个口皮的部位 像不像龙了 又像狮子 又像龙 所以他称为公狮 而且身体上还有留白 身体上 他的身体上的 用苏玛丽卿的表现 除了宝石兰之外 他宝石兰有过度三种颜色 从最浓 到什么 到半浓 然后到淡苗青花 然后他总共颜色 最起码 所谓的莫分五彩 你看就这样 身上也表现出莫分五彩的感觉 非常非常地漂亮 非常非常地漂亮 再给各位照 这上面各位大概看不到 我不勉强 因为这盖子也很重 我怕碰到它 你看我昨天 抛了最大泄露的八十张照片 抛了八十张照片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再仔细对照 看来我讲话是对不对 我讲话也没有夸张 好了我们再给它转过来 这样很小心 这经历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 看看 跟拍卖的稍有不同的是 我们这边是养妇联 这边是下面是养联 下面是妇联 我们讲的一般大气 都是用养妇联 然后整个的那个 苏玛丽卿 苏玛丽卿的那个效果 那种湛蓝色 那种宝蓝色 表现得非常漂亮 这两边的是重彩 这中间再加上 主题文式的这种留白 这够呼应起来 天人地之间的关系 然后有中国化的这种 中国水墨化的留白 给你留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除了画片让你看得很美之外 而且它还给你留的 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那中间这个大宝顶也很漂亮 这个大宝顶也是莫分无产 它的那种苏玛丽卿的流淌效果 非常明显 昨天我照相的时候 我用自然光照 各位晓得吧 我难得白天有空 昨天没起风 昨天有一点风 但风还没有这么大 这么大风我就不敢拿出去 我就摆在我院子里 用下午 用下午的那种 自然的光 有照给各位 那巴士浪照片 我自己都要留作珍藏 非常漂亮 它在这种白有的地方 为什么 英文讲blue and white blue and white 你从薛德的清华词上 就展现出来 它的那个白啊 白得你很舒服 白中微微泛一点清 但不是很重 微微的 而且这个白的 让你觉得很自然 不是那种死白傻白 白的让你觉得 就像我们看天空 看天空有时候 大片的这种云彩 那种感觉 很自然 很自然 那中间清华 画的主体文式 它画的又好 所以它酣畅淋漓 它把那个水墨画 发挥到了极致 除了运比运的好 它苏玛丽清呢 大家入了摇温 苏玛丽清 烧熟透了 这应该有达到足温 1300度 要不然 没有这么 这么样漂亮的颜色 你那个熟透 所以叫做炉火纯青 我们武侠小说上 展现武功高 不敢轻易用炉火纯青 炉火纯青是最高端才用 一般了不起说 说你这个清宫登峰造极 已经不得了了 这样炉火纯青 那就到top the best 到了顶点 所以人家 北京故宫 出了书 明确的定位 宣德清华 八个字 炉火纯青 一代绝语 他苏玛丽清的那种 展现的这种效果 就给我们中国的水墨化 而且是 有点接近什么 就你张大千 有点接近大千居士的 大坡墨 大千居士有用的蓝彩 大坡墨 他晚年眼睛不好 经常跑绒种眼科 他送绒种眼科 一幅巨弗的画 也是 也是大坡墨的蓝彩 那个感觉 感觉上就很舒服 那个蓝彩 有那展现的 憨怅淋漓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 所谓的 达到了 炉火纯青 是这样 就跟我们玩河淋漁 玩河淋漁的 最高级的河淋漁 就会偷出那种 那种白中带粉 白中带粉 就跟那个宝蓝 宝石蓝中间 带有那种粉光 就那个图片 人虽然是照片 我一眼我就知道 发出这种颜色的 基本上就对了 八九不离死了 别的就不用间谍 别的只是做一个辅助而已 光看他的这个 宝马迪金的一种发色 跟他的白柚之间的 这种对比的关系 就呈现那种 那种电缆带粉的感觉 这是 现在的防品 一直做不到 无法克服 现在做不到 未来也做不到 再加上他的化工 酣畅淋漓的这个化工 这个 把那个兽 动物的那个整体的姿态 表现那种神兽的那种威猛 威猛之中 还带有点的憨态可局 所以这就厉害 他把几种感觉 把几种的感觉都表现出来 还带有一点点 现在毕卡索 毕卡索 近现代的毕卡索的那种 那种对 对那个什么 对艺术的那种表现 表现力 分段的那种 呈现的那种表现力 在我们这个公司气球上 也能够看得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艺术品 而且是一个艺术的 可以作为经典 在瓷器里面 因为当以瓷器做画片 不是这么容易 它不是一个画布 它上面 不是这么平整 你要在上面 能够辉豪自如 你没有几十年的 深厚的功力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 而且不能画脏 也不能画糊 拍卖的那个 那个 我说的那个脸 带一点糊子 其中有一只 因为它这是两对狮子 所以双狮气球 又叫做公狮气球 两对 就是四只 四只 其中有一只的脸 就是糊掉 你分不出鼻子脸 但是总体来说 它那个还是很漂亮 可惜它那盖子 已经是盖子 而且我后来 再找了一些资料 我看到其他的排卖 也有 偶尔也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画边 可是都是没有盖子 我跟你讲 明珠青花池啊 还出现 不但是有盖子 而且我跟各位讲 很可能都是一对 一定是带盖子 所以盖子那是遗失 它不可能说没有盖子 它盖子的图案 给他们去做很大的想象攻击 我今天要为什么要介绍给各位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盖子可以提供它一个标准图案 它的盖子也八九不离十 因为我们主体文是化的都一样 只是上下之链 它下面是养莲文 它下面是养莲文 它是小尖头的养莲文 我们是一间一缘 我们是阴阴阳之为道 一间一缘 所谓的 一间一缘 阴阴阳之为道 它那都是小尖头的 因为它那个气型比较小 我们的气型大才能够展现 这个不一样的各种的风采跟风质 我们的养莲年都是一间一缘 阴阴阳之为道 我们已经讲的这种精神 我们已经早就生活化了 尤其到了明初的时候 六百年前 你早就生活化了 所以它的那种表现 很自然 拍卖那一件 下面是养莲文 上面呢 就是云间 然后缺盖子 我们这盖子不是盖的 各位 我看还是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稍微 虽然有照片 可是还是秀一下给各位看 小心一点 看看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这种东西你怎么去访它 你想象不出来的 它会画出这样的一个图案 上下对照了 就这样看 好 哇 它很重 我还是比较冒险 把它再摆回去 好吧 这就是 我要插播今天这个五百六十五集 就是刘文华大师说古 刮红瓷器 第五百六十五集 插播这么一件 插播这么一件 宣德 宣德 宣德青花 祥云 为什么我还讲祥云 这中间 朱体文士上面 盖子的朱体文士 都有带祥云 祥云 公私细求 这个大盖棺 因为我们可以讲盖棺 因为我们有带盖子 这盖子还很扎实呢 一个手还拿不动 好了 我想就是说插播 我们不去跟人家比价钱了 比价钱 有时候听了会气人 会灰人 也不要自己当暗爽 也没有意思 我们不比价钱 我们是比这个绘画的风格 而且我们把历史都留下来 我们有这个影音 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 有的时候收藏古董 也好 或者我们读古书也好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在暗夜中自己潜行 但突然之间 比如说你读古书 我那时候研究阴阳五行 研究什么这些易经 突然间悟通了一个礼 哇很高兴 半夜之间 大家都沉睡之中 你去跟谁去分享 就跟自己分享 会有那种对人开悟的那种感觉 那种快感 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是神仙 那种就够了 我们收藏东西也是这样 我们收藏 搞收藏的人 一直在追求 暗夜之中在那边潜行 一旦抓到一个心目中的宝 心目中的宝 哇很高兴 会很快乐 但未必是因为钱 因为各位知道 真的收藏古董 有的时候要摆得住 要收得住 为什么叫收藏家收藏家 你要收得住 你说收了第一年 没有什么注意 或者人家不关切 讲到再 再什么都 都没有用 没办法能够 确立你个人的一种 在这方面的一种 我们也不是什么 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不是 但是我们要留下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呢 就是我们手上 不但有好东西 不但有真东西 而且是好东西 所以你要收得住 藏得住 没关系 你这代不行 第二代 第二代不行 第三代 你代代相传下去 好东西啊 终究有了 见光明的一天 所以你的 我们的那种快感 我是分享到心得了 就跟读古书一样 有时候 暗夜潜行的感觉 突然间动物了 那种快感就够了 收藏也是一样 还有我早前 我早前做了特勤工作 搞情报也是这样 尤其搞那个特勤工作 你没办法跟人家分享 有些事情 你要当作你终身的秘密 你无法跟别人分享 但那种的快乐 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成就感上 那不是说你那样的快乐 你就能够发财了 一息致富 我们没有 不可能 但是你的那种成就感 你的那种成就感 是什么 会有什么 招然于天地 会招然于天地 直到有那么一天 但是我们不期盼别的 我们那一下的快乐 跟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 那种成就感 跟那样的一种 算是一种 也是一种建树 也是一种建树 不管立功立得利也好 那样的一种建树 自己啊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就是那种快乐 在那个暗夜潜行的那种感觉 突然之间 开阔 突然之间 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家伙 在我心目中 它就是一个宝 你说它值多少钱 它值一块钱 它也是我心目中的宝 它值这个 后面N个零 它也在我心目中 同样是那一块的宝 这样子一种成就感 是我们玩古董 人收藏的最大的乐趣 不一定要追求数字 你要追求数字 有时候会生气的 有的时候会怨天尤人的 那种快乐就快到不行了 而且你真的要是没有那种兴趣的话 我们大师说五 不会讲到五百六十五级了 很多人都没办法坚持 三天他性质很高 第四天他性质就往下掉了 那也不行的 那也不行 人有时候要折上固执 要有所坚持 我们大师说五就证明了这一 这么一件的国宝 的器物 而且它能够展现出来的这种画片 不要说六百年了 六千年之后 它还是一件宝 它是一件永恒的器物 人不能永恒 那器物可以有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种故事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就是我们大师说五的精神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